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斌 今天我们又上山来采野菜了 今天我们人多哟 小姨他们还有我妈他们 我们全部都来了 现在我就进林子了 带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要采哪个野菜 我这里已经看到了一根了 朋友们,今天我们还是来采几个 决菜的 看 好安逸 这段时间是我们这里野菜长得非常多的时候 我们这里冬天的话就没有菜 所以说 这段时间呢,我们 就要多采一些这样的这个野菜 拿回家了 要么就把它焯水啊,冻起来 要么就把它晒干冬天的时候就有吃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里 满山的是 野菜 看,这里好多 刚刚我在这里发现一个鸟窝 鸟窝窝里面飞出来了 我去看一下有没有蛋 我现在去看一下 用相机啊,够着去看一下 哇 三个蛋啊 好安逸啊 这个鸟妈妈应该还要 再下两三个蛋吧 然后它就开始孵这个 孵小鸟了 我们 继续去 菜野菜 它待会就会回来的 好嫩 看 好新鲜啊 它这个表面上有很多毛毛 给你们看一下这根很胖啊 特别的嫩 剩下好几根了 这上面也是 特别的胖啊,这些 你们看一下我衣服打的 它打的比我多 第九后修 哇塞 这也挺多啦 给你们看,再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啊 我的就这么一点点 这个枯树上,长了两刀菌子出来 我闻一下 这个还是挺香的 下面就是这样的 这一朵 这一朵啊,还没长出来 看 好 好厉害啊 从木缝里面挤压出来的 我们这里发现了一片啊 好多 这里好多啊 挨个挨个的给它掐 像这种啊,我们就不要了 这种的话还可以 这些好安逸啊 多 一下就找到多的了 啊,这里还有,还有头牛 还有小牛 这里的菜特别的多 哈哈,那个牛哎 像是你要喂它 这边有个小牛 刚刚下的小牛,给你们看一下 好可爱 因为这个小牛好乖 来,来,摸一下 摸一下 这个刚刚下没,没几天了 走路的还怎么不怎么走的 洗我的包 想吃盐了 啊,谢谢你 这里好多啊 挨个挨个的给它 给它掐起来 我妈也终于赶上我们了啊 给它们看一下 我妈打的最多啊 她的背兜里面都要满了 看 哦呦,凶凶凶 我们现在在这里 休息一下 吃个五块 哦,胖根胖根的,你看 哦,看 我都没遇到过这么大一点 吃了,把老了熬得动不 好吧,跟它熬不动了 吃了,奶奶奶 我都吃了的话,吃一点,一半吧 哈哈 吃了不吃点点 我的脸哦 你的脸哦 你吃了不吃点点,那是蜷蜷就要去 去啊,就是去 我是全家的蜷就把这个帐子弄来 吃了这个大煎,我们 继续再去大一点啊 背兜了,我们就放在车上了 装满了 再去踩一点就回家了 背后的 我们在地下 我们找到了特别的大根 看 这么粗一根根的 我们呢,刚刚去林子里面 再踩了一会儿,我也没踩到多少啊 那我妈一下来了,我们就准备回家了 我们就是往这个山上啊,一直找上去又找下来了 没有多少了 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我们 我们牛个人啊 五个人 五个人啊,踩了这么多 一倍 这里还有一倍 这里面有半倍,这里还有一箱 现在我妈这里还又拿出来一起啊 就这么多啊 就这么多啊 跌了,大多了 压大了 后面打的特别的胖,看到没 特别的长啊 朋友们,我们呢,回到了家里啊 现在就准备做饭了 今天打的这个决赛 我们就把它 弄一点来吃一下啊 那我们就给它洗一下啊 洗了过后,还要给它操一下水 我们洗了 洗了时候呢,就把上面这个 多的这个叶子给它弄掉 把表面这层它的,这层毛给它洗掉 我弄了,穿下去,你穿下去 水开了,我们把它放下去,给它操到水 放一层盐给它 煮的这样就差不多了 现在小鱼了,再把它 清洗一遍啊 我们再把它切好 待会要切断 是这么大一盆啊 这边呢,是我们准备好的这个调料 你这个姜蒜,还有葱花 鸡的话倒在上面 吃饭了哦,开饭了,一桌子菜 是凉拌的萝卜丝 这个呢就是凉拌的菊菜了 还炒了一大盘腊肉 什么啊,老实众 就是凉拌的 的就是凉拌了 嘴里的 今天很高表面 吃的壶老板 吃的食堂 用一些食堂的肉 吃的食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